好,接下来我们看第17章能力界 Part2的部分 球两地P 68度30分 North 反正是P跟Q 经过北极的距离 我们要什么情况才可以经过北极呢 你要先确认说 它的这个 C跟东加起来 C跟东加起来会等于180度 也就是说它就会在两对面的情况 如果是两对面的情况呢 你就可以打横来看 怎么说打横来看呢 就是说P点 它是往北 往北68度30分 然后呢 Q在对面 你是往北40度30分 然后呢 那个北极在哪里 北极在正上方这边 经过北极去的话 我们 就是算是一个大圈 那个大圈 我们只要找那个角度差 这个角度差 再乘以60就可以了 那这个角度差 怎么算 180 减去 38.5 再减去 40.5 OK 我减一下 我头很痛 你让我按去算起 所以180度 我们减去68.5 68.5 再减去40.5 OK 我们就得到71度 好 71度 所以我们再用71啊 再乘以60 我们就得到616 76 412 4260 就是它的距离了 OK 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你只是分成两个part来做 90度减68 就是说我先去北极了 过后呢 再从北极又再去Q了 所以这个你的做法 虽然分了两个part 不管呢 答案算出来还是一样的 答案是正确的 很好 第二题 若是正A到北极的最短距离 是4080 还有 我们四正A的尾线是多少 我们知道4080 我们除以60的话 除以60的话 越掉一个0 好 6636 48 6挂48 也就是说 它会有 从北极往下算 就是68度 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要往北算的吧 对不对 从赤到往北算 我们再用90度去减68度 我们就会得到22度 所以这个北 那个A的纬度呢 应该是22度N 好 22度N 第二题答案是B 为什么我圈这个海里 因为 所以刚才的做法里面好像有除 有什么除以1.853 基本上1.853 你会发现到历届好像问的都是海里 这个1.853好像几乎都不会用到 几乎 我不敢写包单 有阴言你们这一点就出来 我就查了 OK 受发没有出过工 因为我们重点要 要考学生会不会算 我们不是要考学生会不会换算单位 对不对 所以这1.853 我们一般上没有问 再来看第三题 以离 这个离就是海里的意思了 以离作为单位 某地P 与北极的最短距离 这个是从S 是吧 这是南 去北的话 就是用90加的 OK 加起来就是107度30分 你再乘以60 你就是 怎样乘呢 你是107 你可以107.5乘60 或者是107乘以60再加上30 再加上30 所以它是6450 6 450 6 450 答是新的吗 6 450 第三题答是新的 第四题 因为它是新的 这均堤线 基本上纬度差 乘以60 就是它的距离了 严着 情线的距离是 2700 如果你除以60的话 你约掉一个0 你约掉一个3 你约掉90 再约掉一个2等于45 这样总共角度差45度 B在A的北方 A是35度S 往北45度 应该是去到10度N的对吧 因为上了35度再上到10度 所以第五题答案是B 第五题答案 再来这一题 应该是沿尾线的距离 PQ沿尾线的距离 所以你是一个W一个E 你就相加等于20 20乘60乘cos30 最后算到1039.23 我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答案B是正确的 OK 所以两个题 很高 再来第二题 如图所示 ABC位于地球表面的三个城市 A到B的最短距离是4200 4200如果我们除以60的话 你就会得到70对吧 所以它角度差70 A在10度S 往上10度之后 再往上30度 再往上60度 所以这个B跟C应该是在60度N的 然后呢 他又找说BC的这个距离了 BC沿尾线的距离呢 因为两个都是W 我们就要互减了 20-5 不是60-5啊 20-5 得到15 乘60 所以为什么你找不到答案就是这样 你用60解决 60是N来的啊 你要用这个10解决 所以是15 乘60 乘cos60 cos60很像二分之一啊 所以这个得到450 连整数 呃 四为 答案是B OK 第二题是B 第三题 已知A B 两个都在60度N 对吧 同一尾线的 沿着尾线的距离 20-5 等于15 15乘60 乘cos30 数据跟前一题完全的一模一样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对 连连那个数据啊 他都不都懒多想 15乘60乘cos60 呃 成cos60 准准得到450 啊 450 非常好 第四题 A B 两地 南尾 60度 东经 50 跟西经 100 两个相加 等于150 这边你要注意的是啊 他不要超过180 超过180 什么意思 超过180 就代表扭绕远路 OK 所以如果是少过180 还行 150乘60 乘上cos60 cos60是 二分之一 就等到乘30 3乘15 等于45 对 所以是 4500 答案是新 第四题答案是新 第五题 一架飞机由机场A沿着尾线向东飞行1800海里 所以1800海里除以60 所以cos60 cos60是二分之一 我们先越掉一个零 再越掉一个六等于30 这个cos60 这个cos60等于二分之一 拉上去就乘以2 就得到60度 所以B和A相差60度 30度W 广东60 所以是30度U 所以B是在30度U 第五题答案是B 第六题 第六题 以至AB同在30度S的尾线上 与B点在A的C边 A AD是精度20度B AB2D 沿着尾线圈的距离 是1200 所以1200除以20 再除上除以%30 我们就会得到 这个根号 这个根号3除以2 所以它就会是40除以根号3 还是要按其算计 没办法 我们来看这样 我们直接用20除以cos了 incase我动作 20除以cos30 OK 然后就会得到23度 6分 问题是它20度E 往C20度 6分 23度6分 所以它应该是3度6分 W 3度6分W 答案是C 第六题答案是C OK啊 这个我写一下 还是26度 23度 23度6分 23度6分 你这个是 往 就是它这里有20度 你要往这一边 23度6分 所以这里应该是3度6分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这里是往W的6分 再来看第七题 飞机延迟到 A是0度30度 W 往正东 往正东去到20 总共50度了 然后总共50度 然后呢 往正南去到40度 所以直接再加40度 直接乘以60 这个就是它海底 然后呢 因为它要除以这个速度480 我们越减它 6 8 48 这个加起来等于90 90除以8呢 我们就算到了飞行距离的 90除以8 11小时15分钟 你看这个它陷阱在哪里啊 你得到11点25 很多同学就选1的 注意这个是11点25小时 你要换成分钟 你要按这里 11度 11小时15分 这题啊 这个呢陷阱啊 很多同学会选1啊 这题当然应该是东西 第一 再来这一题做答题的第一题 P到Q沿尾线圈的距离 沿着尾线的距离 我们就用精度差 两个都是1 我们就要互减 95减15等于80 所以80再乘以60 再乘上这个扩散维度 18度 按计算机就行了 对吧 而且是海里 直接按计算机 80乘60乘 cos18 答案是 321 后面给的答案是 3212 最靠近海里 3212 我们杀 我们杀给 3212 海里 OK 最后一题 4球A和B 在地球表面的最短距离 一般来讲 最短距离 这个有点奇怪是 他先写东西再写南北 这个有点奇怪 到转写一下了 最短距离 一般来讲 他的位 这个E跟W的度数相加会等于180度 也就是说他们会在两对面 一个呢是23 一个是往南 我先讲往北的 往北的17度50分 这个是往南的 23度15分 当然他往南比较多对吧 往南比较多 那这个角度 我们要算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应该是 180 减23度15分 再加回这个17度50分 你要算出来的角度呢 一定要小过180 不然的话就是算错 算错边 就是你要算上面的 你要算那个小过180度 所以180 减去23度15分 当然减这个比较大加 比较小 这样应该这个应该是小过 应该是小过180度了 OK 弄了出来 我们就会有174度35分 100 174度35分 所以我们距离呢 是174 乘以60 再加上35 我们会得到 当然这个因为他是度分秒 直接乘以60就可以了 直接乘以60 得到1047 答案是C OK 所以这里答案是C 就这样子啦 没关系